我略未出手就挣600 腰痛的分界限了 一个人平均花百块钱 像那两个还挣了300的 干完他们就能挣1000块钱了 扛了150的这个 稍多的就能挣500块钱 嗯 挣得快 他们就想挣200块钱 一个小时一200 听着是高薪工作 却是一趟趟上楼 扛出来的 阿树听着价格很心动 但他的话是 他扛起来就觉得那么好扛了呀 11楼啊 要一口气能上得去吗 就是阿新 你不要做一天 1000块钱的男人 蒙气 扛了刚到吗 到了 有点重哦 14斤一个 2468 看能不能还能不能上去 11楼 187 355 种 19244 2024 差点 16今 6500 8 3 4 4 看到9楼10楼就一上到楼顶 你看到天亮了 就增到24 已经增150了 底下还有2250 多两个半小时 快新手机了 挺贵吧 不贵 这是我在店内买的二手苹果14 Pro Max 比星期便宜了2000多 最近好多人都在买二手 是啊 该省省该画画 没必要少都买新的 而且专门是一个广广播间二手平台 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 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 我去年在上面买的游戏机 很好用 一天你也去赚这样 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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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有人忘 为什么不用电梯 年镜拉断 就材料及背部 围着罚款五百元一次 罚一次说就五百 那两次就一千 那今天白干 你看现在是八度 一会温度会越来越低了 看今天这个单子更多钱 然后 八百零三个 称一三 就两千四百零九块 用三个人干 除一三 一个人平均八百个钱 像那两个还挣着三百的 不算 干完他们就能挣一千块钱了 今天我略未出手 就这六百 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腰痛的分界限了 感冒了 回得办法 这个单子算是赚钱的吗 还算可以的 哦 你干的快 一个小时了 这两百块钱 我干的慢的话就一百多块钱 怎么干的 就像我现在这样子 干慢慢干 我都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块钱 十星过百 是技术 像有的单子 六十到八十 多块钱一个小时的 像那种单 要么就碰到比较难干 要么就是干到那种电梯 就有路啊 有砍的那种 又加不上钱 加不上钱了 就只能干几十块钱一小时 那对于我来说 这难干的 别加钱 一口气上十一楼 不是高手工 高手工上不来 看我今天都是小花菜的 都能找不到 不然应该 应该这五四百倍的 还差两百了 加油加油 如果能有的选 现在已经回家过年了呀 对 只有 新手最后一班港配料 对 对 还在拼命的挣扎